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梁剪电影我是小梁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搞笑剧情片 打印你的完美情人 电影主要讲述了未来社会的科技很发达 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在网上订购机器人对象的故事 故事很精彩 想要机器人对象的小伙伴记得一定要看完哟 话说在未来世界科技已经高度发达 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 女主大漂亮是个大龄单身狗 她十分渴望爱情 这天她在网上找到了一个专门订购机器人对象的网站 她在搜索框里输入了一个浪漫型的词汇 然后就下单了 很快门铃就响了 原来是她订购的机器人到了 于是她赶快签收 拆封 然后迅速地打开了机器人的开关 一眨眼的功夫 机器人男友就拿着一束花向她表白了 果然很浪漫 紧接着两人又来了一场烛光晚餐 大漂亮一蕾幸福 憧憬着即将到来的幸福生活 可是男友在拆礼物的时候 不小心划伤了手 瞬间她就吓晕了过去 我也是服了 一个大老爷们竟然这么胆小 不过接下来她更过分了 竟然给桌上的鱼做起了心肺复苏 做了半天无用功后 她又把鱼扔进了鱼缸里 看着她娘炮的样子 大漂亮也是气不打一出来 于是直接关掉她的电源开关 然后就退货了 这一次她又换个猛男型的 下单后快递很快就送到了 她牵车熟路地牵收 拆封 启动开关 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对方就把她举高高了 瞬间大漂亮就被征服了 这男友也太魁梧了吧 好有安全感呀 正当她沉浸在男友伟岸的身躯里 准备再来个拥吻啥的时候 下一秒 男友就把她当作哑铃 举了起来 天哪 这是用自己来健身吗 可是举了几下后 男友直接把她扔到了地上 大漂亮一时间被摔了一个狗坎尼 而男友却反科为主 只见她打开冰箱 拿出里面的东西就开喝起来 而且还打开了电视 一边喝一边看球菜 时不时还打个宝格 放个屁啥的 这太没素质了 简直太不拿自己当外人了 不用说大漂亮又毅然决然地退货了 紧接着她又登陆了那个网站 这一次她输入了一个有素质的词汇 因为她要订购一个低调奢华有内涵的男朋友 很快她就收到了订购的最新男友 猛的一看 这货戴个眼镜还挺斯文的 一看就很有涵养很有学识 她一来就开始跟大漂亮砍起了大山 从女儿博听说起 到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 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到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她似乎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但是大漂亮就崩溃了 因为自己是找男友 不是找家教老师好吗 最后实在忍无可忍 她只好躲在了卫生间里 这才避免了男友的语言轰炸 不用说 大漂亮又毅然决然地退货了 最后一次 她抱着仅存的一点希望 在网站上输入了冷酷型的词汇 这次的男友更给力 刚开封 她就感受到了一股寒气 不过下一秒 她就被男友的造型雷到了 因为这货不仅染着黄毛 还叼着一根烟 这非主流的造型 真是令人崩溃 大漂亮怒了 于是直接一脚 把这货踢了出去 这下连货都不用退了 太狠了 此时的大漂亮 已经完全崩溃了 感觉自己要孤独装老了 最后越想越生气的她 直接把电脑都砸了 看来她是死心了 准备一个人过得了 因为一个人想吃啥吃啥 想干啥干啥 既自由又轻松 还不用考虑别人的感受 这样想着她也就释怀了 以后就准备做个单身贵族了 于是她又上网给自己 订购了一本漫画 准备在漫画的世界里遨游 暂时远离这些世俗的烦恼 没多大一会儿 她订购的漫画书就到了 开门后 快递小哥给她送了进来 可是因为脚步匆忙 快递小哥竟然摔倒了 随着快递一起掉到地上的 还有另外一本漫画书 大漂亮拿起来一看 这不是自己订购的那本吗 原来快递小哥 也喜欢这个系列的漫画呀 看来两人很有缘分 而事实上 两人从第一眼看到对方起 就很来电 就像王八看绿豆 对眼了似的 大漂亮万万没想到 自己苦苦追求的爱情 竟然以这种方式 轻轻松松的来到了身边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呀 看来这部短片 想来感觉很搞笑 因为不管科技如何的发达 机器人始终不可能 完全代替人类 更何况是感情的事情呢 因为爱情很奇妙 它关乎着成长 心灵甚至是灵魂 所以这不是你几个臭钱 或者说几个 没有思想的机器人 就能代替的 所以请好好珍惜身边人吧 因为每一次的相遇 都是久别重逢 而每一次的转身 都有可能终生不复相见 爱情本不易 且行且珍惜 最后 假如真的可以 网购机器人的话 你想要订购一个 什么类型的呢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 或者点击下方的关注哟 我是小梁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或者有想要的 优质电影资源 就私信告诉小梁吧 小梁每天为你解说一部电影 喜欢小梁的话 就订阅我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哟 小梁再次谢过了 么么哒 我们下期再见吧 再见